一時情緒湧了上來 台宿董事長林建南 在股東會開始前 先緬懷最近過世的集團最高顧問 李志村 但隨後也打起精神 報告去年的營業狀況 台宿整年合併營業額為 2516億元 創下歷史次高 EPS5.68元 並宣布美股要配發現金4.2塊 加上美國有低廉的營業成本 和俗化產品大量的出口 投給了市場行情 第二期有鼓勵321元 所以說預估今年上半年獲利 會比去年同期還要少 不過展望接下來三四季 因為中國大陸將持續提出 刺激經濟措施 加上歐美渴望終止升息 因此不看淡下半年的營運動能 同時台宿也積極布局半導體化學品產業 也會深化AI及數位轉型 例如使用CHEP GPT輔助經營管理 並推動海內外擴建工程 全身跟ESG追求永續經營 強AI的發展已正式展開來 將應用CHEP GDP在公司經營管理及補置設計 開發專用模型 面對種種挑戰 台宿將持續強化經營韌性 就盼能維持穩定獲利 等待下一波的石化榮景 八大新聞說要 榮民憲林台北超島 對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